此为风水决定王道的故事,言之风水,必涉及地脉,山水,有为之为悬术,亦有做行法,礼法,云云,实则是终极的天人合一思想。 历史上就有这么两位盖世英雄,虽为主仆关系,实则情同手足,在那个群雄逐鹿的乱世年代,一起南征北战,出生入死,平定天下,可结局却是令人唏嘘不已。 史学家的评论也是众说纷纭,其实这正是他们祖坟风水气韵所致,所谓帝王天注定风水定乾坤。 故事就从风水的角度来解密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。 唐宣宗去世以后,唐义宗和唐熙宗一个比一个昏庸,致使唐朝开始走向了下坡路,农民起义爆发,唐朝的基础被打破,政权名存实亡,天有元年,朱温发兵攻打长安,并且挟持了唐昭宗迁都洛阳,而后把唐昭宗杀死。 比唐埃帝尚未给自己,唐朝从此灭亡,进入五代十国时期,包括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和后洲在内的五代,以及南唐、敏国、吴越等在内的十国政权更迭,分裂动荡。 后唐明宗天成年间,行州摇山柴家庄,有户姓柴的园外,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富贵人家。 柴园外乐善好施,极为富有,却几代都是商户地主,没有出过达官贵人,是农工商,古代官尊商低。 柴园外一直想捐个一官半职,即便不能光耀门眉,也能拖个商级,总归好听些,可是多方打点,苦于没有好的门路。 这一年刚过完春节,家丁来报,门外来的一位风水先生,说是老爷的贵人,让亲自出门相迎,柴园外自来为人亲和,理贤宾客,听后半客都没耽搁,急忙出门相迎,只见一位发须苍白的老者,虽衣着平谱,却是双目炯炯有神,身形瘦长,颇有几分先锋道骨的味道。 柴园外二话不说,将人迎进客房,自此嚎洒好肉,依应要求无不满足,风水先生既不说明来意,也不做任何承诺,只是每天吃喝享乐,白日打坐,夜里关心,这样过了粤鱼,柴园外前来问候,有幸得先生光临笔舍,生怕委屈了先生,有什么需求只管提出,老者哈哈一笑,确实呆得有些烦闷了。 正要求见园外,说着,用手捋了捋并不长的胡须,眯着眼道,我打算明天起外出游山赏水,只是老朽这腿脚不好,烦请园外派个随从,能搀扶,使唤即可。 柴园外不作他想,马上吩咐管家,务必挑一个机灵的伙计,供风水先生使欢,当时柴园外家有个长公叫赵摩鱼,身强力壮,为人机灵,被指派给风水先生做随从。 从第二天开始,赵摩鱼便跟着风水先生,早出晚归,游山玩水,赵摩鱼勤奋好学,伺候老者也是尽心尽力,同时充当向导,哪个山叫什么名? 哪条河发源哪里,流经何处,他无不知想,两人把方圆百里的山水都逛遍了,风水先生看他耿直,好学,便也给他讲些浅显的风水道理,尹辉透露此次游行的目的是要寻一处风水宝地。 赵摩鱼是个机灵有主意的,鱼是愈发地上心,这样又过了岳鱼,柴家的老太爷,也就是柴园外的父亲突然病重,正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似的,风水先生却满面春风,派着手掌的跑来向柴园外道喜,大喜呀,柴老爷大喜。 柴园外则是一脸尴尬,不知先生喜从何来啊,我正发愁着呢,这老太爷并且得极,竟要十五一了。 老者眯着眼,凑近园外的耳朵,这正是老爷的大喜呀,老朽以密得依风水宝地说着略作停顿,直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 风水先生习惯性捋着胡子。 一副神机妙算的模样,柴园外听着,当下了然,顿时喜笑颜开,真是有种喜从天降的感觉,激动得连连作医,先生果然是我的贵人呀。 随即带着管家挤几名家丁,跟着风水生去查看风水宝地。 一众人攀山越岭,花了两个时辰,来到一处山间,这里山势陡峭,树木茂盛,山间的溪水常年滔滔不绝,在一湍急的转弯处形成一个水潭,当地称为龙潭沟。 此时正是傍晚,潭面雾气腾腾,水面发黑,看不真切,水流经潭口发出铜铜声,听起来深得很。 风水先生指向水潭。 激动得手轻微地发抖,龙口就在潭中,老太爷先逝后,当葬于此。 这就是先生说是风水宝地,可是谈看着很深,如何下葬,柴园外露出难色。 老爷这是不相信老朽,这可是我有生以来寻得最好的目的。 看着大家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,老者干脆也不卖关子了,给柴园外使了个眼色,平退随从,拉着园外的手压低声道。 这可是龙脉,将来是要出帝王的。 话一出口,柴园外吓得差点跪下,风水先生扶了一把,才没真的跪到。 柴园外嘴张了张,不知道说什么好,最后只是激动得握着风水先生的手。 恩人了,先生是我柴家的恩人了。 抹了一把老泪,接着表称,先生大恩大德无以为报,柴家将为先生养老送中。 被老爷言中了,这都是您的福报,也是机缘造化。 风水先生摆摆手。 一个千恩万谢,一个再三礼让之后,两人把下葬事宜如此如此这般,这般商量定了,也是万般天注定,柴家老太爷当晚就咽了气,经过七天七夜守丧效礼之后,一切礼成。 老太爷的骨灰,装入一个铜制的方河里,被请进了祠堂。 由谁来送进龙潭里呢? 风水先生早为柴老爷物色好了人选,就是柴家的长公赵摸鱼。 赵摸鱼除了给柴家做长公以外,平时就靠打鱼为生。 当地人都知道,他水性极好,能徒手在河里抓鱼,石头缝里藏的鱼都能被他拽出来,随人送外号赵摸鱼。 赵摸鱼跟随风水先生寻山的时候,已经像稻豆子似的把自己那点本事全显摆出来了。 当两人寻访到黑龙潭的时候,风水先生两眼放光,嘖嘖称奇。 赵摸鱼不明所以,以为老者看上此处美景,便眉飞色舞地讲。 先生可知,这黑龙潭深不见底,看着神秘,吓人吧。 接着便开始吹嘞,可是难不到小人啊,小人是谁啊,赵摸鱼啊,我常钻到潭里去摸鱼,你还别说,这潭里面的鱼就是比别处多, 潭底靠山一侧是凹进去的,有半人身,水是温暖的,鱼都喜欢藏里面。 当时,赵摸鱼话没说完,风水先生已没兴趣再听,闭眼掐指一算,心中极有定数,便匆匆结束了游历,迫不及待要回去告诉柴园外好消息。 这天晚上,柴园外把赵摸鱼叫到祠堂,也不绕弯子,听说你常去龙潭沟摸鱼,下过黑龙潭。 是的,老爷,赵摸鱼如实回答,龙潭沟有点远,小的只有附近河里都打不着鱼时,才会去那儿,黑龙潭里鱼多,从来不犯空。 好,柴园外掩饰着激动,黑龙潭就是风水先生为老太爷选的风水宝地,你水性好,明天凌晨,你随我们一同前往龙潭沟,把老太爷的骨灰盒放入龙口里,也就是你说的黑龙潭下的洞穴里,是城后赏现于二百银,日后有难处也只管开口,二百银白银。 那可是十年的公饮,更别说以后还能得到东家的照应,赵摸鱼无不感恩应成,拍着胸脯保证,老爷放心。 没有比小的最合适的人了,小的对黑龙潭就像自己的家一样熟,小的一定办好。 赵摸鱼谦恩谢地答应了。 回到家后,赵摸鱼还兴奋不已,把这个天上掉下的好事给一家子人说了,儿子媳妇无不高兴,儿子还打去说, 爹爹这段时间跟着风水先生就没有请他顺便帮咱们相看个好地。 赵摸鱼听儿子说犯糊涂的话,怒骂,听你说的什么混账话。 是盼着你老子早死吧。 儿媳嬉嬉嬉还很平坦地肚子打圆场,爹爹莫生气,虽现在用不上,咱可以背着啊。 赶明爹爹把那高人请到家来,咱也好好招待,求他给看一份地,指望您孙子能有出息不适。 赵摸鱼的儿媳刚刚有喜,他想着未出世的孙子觉得有礼,莫应下了。 夜里,儿子儿媳都睡下后,赵摸鱼却无法入眠,他想着晚上儿子儿媳的话,越琢磨越感觉有门。 他们老赵家世代都是农民,如果得到风水宝地,后世子孙将会富贵不可限量。 那画面想着就美,可是转念一想,风水先生能给他这穷苦人家看地吗? 就算凭着几天跟班的交情,再倾尽所有供养,先生愿意给看,可风水宝地哪有那么多啊? 他可是和先生寻找了一个多月,跑断了腿才得这么一个宝地啊。 他翻来翻去跟烙饼似的,突然心生一气,一咕噜翻下床,去叫醒了儿子儿媳,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,儿子儿媳双双赞同,立即按计行动。 第二天天蒙蒙亮,赵墨鱼穿着湿漉漉的衣服,根本无暇回家唤喜,就急匆匆地赶来柴园外家。 此时柴园外一切准备就绪,就等赵墨鱼了。 大家看他穿着湿衣服,不免纳闷,虽说已是五月底,天也热起来了,但是一大早穿湿衣服,还是很凉的,管家打去。 我素质你赵墨鱼乖张,可是你今天穿着湿衣服,给老太爷送葬,这是唱得哪一曲啊? 赵墨鱼是从龙潭沟赶回来的,路上都想好了借口,走进柴园外,一拜后说,老爷对我恩重如山,老太爷骨灰和交友小的送进龙口。 这是天大的事,小的诚惶诚恐,生怕出一丝差错,昨夜提前去黑龙潭,潜入潭底的洞穴探探路,好今日心中有数啊。 说得言辞诚诚恳,把柴老园外,感动得热泪盈眶,握着赵墨鱼的手,老赵呀,你以后就是我柴家的恩人呀。 即使不能耽诚,在风水先生的催促下,柴家上下披麻带笑,由众子孙扛着桑帆在前边引路,柴园外亲自抱着骨灰盒走在中间,鞭炮噼里啪啦出了门。 路程太远,又是攀山越岭,折腾了两个时辰,才到达龙潭沟,这是艳阳高照。 但临近黑龙潭时,却乌云遮日,潭上雾气腾腾,都不便不清潭的准确位置,突然又刮起了风,且越刮越猛形成旋风,大家都无法站稳,就是全都跪倒在地,匍匐靠近潭边,旋风过后,送葬的人都看向风水先生,只见老者表情肃穆,双眼紧闭,似在等待指示。 这时,刚才消失的旋风,像从地下钻出来似的,突然又猛刮了起来,老者稳稳地站了起来,底湖,及时已到。 上前将柴园外怀里的骨灰盒,双手接过来,郑重地交到赵墨于手上,赵墨于顿时一事感爆棚。 双手将盒子举过头顶,一个猛子扎进潭中,随着扑通一声落水,天空电闪雷鸣,煞时下起了倾盆大雨,鱼像瓢泼在脸上,记得大家睁不开眼。 赵墨于驾轻就熟地潜入坛底,因为他早上确实来探过路,当然不仅仅是探路,他昨晚与儿子儿媳商量完毕,竟然把自家剧坟给淘了,选了赵墨于亲爹的坟头,用儿媳陪嫁的衣箱装的骨骸,连夜送来坛底藏着,要说赵墨于 确实是个聪明人,他当时并没有把木箱直接送入洞穴,因为这段时间跟着风水先生耳濡目染。 他也懂了些阴阳道道,下葬是须在天时地利人和进行,比如,此时正是天定的吉时,赵墨于把柴老太爷的骨灰盒先放到一边,迅速抱起自家的木箱子,钻进了洞穴, 他小心翼翼地把木箱安放在洞穴的最深处,刚一转身,就感觉到洞穴像张大口一样开始合拢,他心里一慌,奋力游了出来,好险。 差点就被避在里面了,正庆幸没有葬身龙口,突然意识到柴老爷子的骨灰盒还在外面,无暇思索,慌乱间把骨灰盒往里塞,龙口将将合上, 铜盒子正好被上下石头卡住。 与此同时,檀岸上的人只听到轰隆隆的响声,顿时地动山摇,伴随着倾盆大雨,仿佛世界末日,送葬众人齐齐一片跪拜在地上, 虽惊慌失措,却都紧咬着牙关,不敢发出惊叫声。 赵墨鱼见石洞已经合上,看上去就像龙嘴把盒子掀着,他想把铜盒子再往里推一推,试了几次却纹丝不动, 赵墨鱼在坛底待得太久了,一口气实在憋不住,只能作罢,登腿奋力向水面游,头一冒出水面, 就大口大口地喘气,瞬间风停雨歇,山谷寂静无声,赵墨鱼匆匆爬上岸,对外面发生的事一无所知。 只见大家都跪在地方,一脸惊恐未定,赵墨鱼不明所以,又想着柴老太爷的骨灰盒, 只是塞在龙口上,一半还露外面,事情办得不够漂亮, 就莫名地心虚,只呆呆地站着,不敢上前复命, 这时大家渐渐醒过神来,柴园外第一个站起来, 大家也跟着陆续站起来,只见檀面的雾气以肉眼可见, 一速度缓缓散去,天空霞光万丈。 成了,风水先生捋着胡子,看似气定神闲,眼底却难掩激动。 风水宝地啊!是啊,风水定地啊! 大家由衷地感叹,却说不出更多的话, 都为亲眼目睹了神奇的景象而激动不已。 葬礼后,柴园外再次对风水先生千恩万谢, 像祖宗一样地供养着,对赵墨鱼赏鱼二百两, 另外赠送良田十亩,直到很久以后, 还有参与送葬的家丁对外吹嘘, 说当时因为好奇,冒雨争得下眼, 电闪雷鸣之际,见一条黑龙在空中盘旋, 呼啸着钻入坛中,反正是越传越旋, 真真假假难辨。 几个月后,风水先生离开柴家, 继续云游去了,柴园外再三挽留, 老者坚持要向来出来,到去处去, 从此再无阴线。 赵墨鱼因着柴园外的赏赐,顿时富有起来, 但是偷龙转凤的操作,到底心生愧疚, 惧怕难安,找了个说辞, 带着一家人回了河南祖籍洛阳。 此年初,儿媳妇顺利生下个胖小子, 因为孩子出生的时候,整个屋子里都是火红色的光芒, 而且屋内突然有奇特的香味出现, 一整晚都没有消散, 故取名乡孩。 赵墨鱼用柴家赏赐在祖籍重新置办了田地, 虽不再做长工了, 依然和柴家荡亲戚走动, 日子越过越红火, 乡孩打小天资聪慧, 机智过人, 长到五岁时, 已经能师会送赵墨鱼到处张罗, 要寻个好的先生来教导启蒙, 柴园外德之后, 就把乡孩接到柴家和孙子柴荣半读, 将来成大事, 也能成为左膀右臂, 柴园外的孙子柴荣, 智取高远, 那是一展露头角, 与乡孩很投缘, 后来还结拜了兄弟, 发愿将来要一起干一番大事业, 这就是后来的周世宗柴荣和宋太祖赵匡印, 在那个群雄逐鹿的乱世年代, 周世宗柴荣与赵匡印虽为主仆关系, 实则情同手足, 一起南征北战, 出生入死, 平定天下, 柴荣称帝后, 赵匡印捕风, 禁军统领, 并领全国兵马, 但由于柴荣英年早逝, 年仅39岁就病死, 后周大将赵匡印领兵抗敌, 结果陈桥兵变, 赵匡印黄袍加身, 于是逼迫太后与小皇帝, 善位建立宋朝, 但在赵匡印的心目中, 最崇拜的人, 仍是周世宗柴荣, 历史记载, 赵匡印称帝后, 颁布圣旨, 优待柴荣子孙, 赐柴氏丹书铁券, 碾死金牌, 保证柴氏子孙永享富贵, 即使犯罪也不得加刑, 柴氏称帝六年, 赵氏江山三百一十九年, 可谓帝王天注定, 风水定乾坤。